雙有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 14號通報稱至14號起 余城縣人民醫院東軟區健康路 余城縣谷熱鎮 樓大莊村委河村莊 疫情風險等級調整為高風險地區 實行封閉管理 目前雙有共有兩個高風險地區 7個中風險地區 當日雙有市疫升級防控措施 所有個體診所一律關閉 全市包括農村進行第三輪全員核酸檢測 15時起 封閉各高速收費站 此外 寧保市 許昌市 駐馬店等地 近日也爆發疫情 樓大莊村匿名村民表示 當地河村莊被官方通報多個病例 但實際上可能更多 余城縣城居民表示 目前封城 街上商店都關門 不給營業 交通亦停運 全員居家隔離 通報稱 截至到13日24時 余城縣新增確診病例4例 另外 余城縣疫情管控不力 並涉嫌瞞報疫情 但具體情況沒有對外披露 16日 記者打通商優市委建委電話 接電話的官員表示 疫情問題要打疫情防控指揮部電話 不過該單位電話一直打不通 16日 河南省 余城縣副院長等8人 因疫情防控不力被處理